他身体非常的憔悴 他于是到这个棕草药店里面 他就开了一贴开胃的药 然后回来的时候 顺手在这个菜场里面买了一只蹄膀 回到家里以后 丁一星的妻子就用一只罐子烧蹄膀 另一只罐子煮中药 因为之前他的手拿过蹄膀沾了很多油 所以他端中药罐子的时候 手不由得一滑 中药就搬进了蹄膀锅子里 那个老板娘就非常着急 那怎么办呢 这个蹄膀就白白的糟蹋了 这个棕草药非常的苦 那么他想了 这个棕草药的苦用什么来解 他的这个苦呢 想到了就是这个冰糖 于是他顺手加了很多的冰糖进去 在门火一烧的时候 一股奇异的香味扑鼻而来 房间里面这个老板 闻到这一股奇香以后 立马起床了 他跑到这个厨房间里面 问这个老板娘 你在烧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香 那么这个老板娘就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这个老板 那么老板于是打开这个蹄膀罐 哇 这个蹄膀呢是色泽非常的亮 然后他呢就拿这个筷子呢 一口气把这个蹄膀吃光了 他把嘴一抹 哎呀 老婆 我们这家店啊 有救了 咱们以后就不卖炸肉了 就卖蹄膀 啊 因为这个老板名字啊 叫丁一新 那么丁蹄丁蹄就这么